2024弯弯最新灵异恐怖片女鬼乔2 愿鬼楼精神来袭 这次的故事发生在弯弯的文华大学里 因为它地处阴阳交界处 所以在建校初期校方为了镇压邪岁 就将学校设计成了顺八卦格局 没想到建筑大师严书文暗恋校长千金徐又宜多年 一直苦于求而不得 就把大人馆改成了巨婴的逆八卦 为了能和徐又宜永远在一起 他便将对方骗到大人馆杀害 徐又宜死后不久严书文也自杀身亡 从那之后大人馆就不断有人离奇而死 一度成为了当地最著名的校园鬼故事圣地 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就要属鬼舞者 鬼夫妻 鬼电梯这三个鬼故事 介于这三件真实的都市传说 热衷游戏开发的大男孩阿凯便以此为噱头 研发了一款名为怨鬼楼的VR另类实境游戏 游戏包括三个关卡 一个人的捉迷藏 四角游戏和鬼电梯招魂 玩家通过召唤出游戏里的怨灵挑战最终恶灵 从而解救被困在大人馆里的无辜灵魂 这天午夜阿凯手持点燃的游灯来到大人馆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在鬼电梯里测试游戏 阿凯先是划破手掌将血水滴在了游灯之上 随后就提着游灯进入了鬼电梯 据说关掉电梯总电源 再一次按下润月数字的楼层615243 最后再打开总电源 就可进入阴间与冤魂泄后 做完这一切电梯门自动打开 和外面除了一片漆黑外并无一样 阿凯提着游灯小心地出去查看 可就在电梯门关闭的刹那 他却又慌张地跑了进来 而且还对着这面电梯竟不停拍打呼喊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神秘力量无情拖走 而他嘴里喊出的却是自己的名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结尾将会给出一个几乎完美的答案 等他被发现是已不省人事 而此事也令怪事不断的校园更加惶惶不安 一转眼来到2019年 此时的阿凯已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三年 而他的妹妹小婷现就读于文化大学 为了帮哥哥把怨鬼楼快速变现 同时也为了找到哥哥昏迷的原因 他便和三五好友对游戏进行了二次完善 就在他们进入最后实测阶段时 各种离奇诡诀的灵异事件却接连发生 这天晚上几人来到闹鬼地点实地演习 小婷作为玩家开始试玩第一个关卡 一个人的捉迷藏 卫生间里小婷先用指纹解锁游戏连接鬼魂 然后又将娃娃置于水池中 接着再按照提示说出三遍我先当鬼 等他再看时水池里的娃娃已消失不见 可身后却传来几声圣人鬼笑 而小婷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30秒内 找到娃娃极为闯关成功 在箭头的指示下 他进入蹲坑一次查看 一番寻找无果后 他又按照提示向着外面走去 可身后的房门却无人自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后面将会完美地解释这一点 请大家细心观看 此时小婷已来到了满是人体模特的舞蹈室 而这就是经常有鬼舞者出没的地方 可地方这么大又该怎样快速找到了 这时监控室里的好友提醒他 跟着手机上游灯的火苗方向寻找 按照提示小婷很快就找到了娃娃 这时第二个任务也显示了出来 这次是玩家当人30秒内 不被鬼魂找到极为获胜 一番紧张刺激地东躲西藏后 小婷也终于挑战成功 就此第一关卡的测试也完美收工 就在他心情大好的准备离开时 怪事却再次发生 可此时的大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好友透过监控察觉不妙及时赶来查看 没想到打开门的瞬间 身后的恐怖鬼舞者却消失不见 所有人都认为小婷产生了幻觉 可大门上三道清晰的手指印 却让小婷陷入了沉思 因为小时候哥哥就曾用这种手势 暗示自己要小心 由此可见哥哥的鬼魂就在附近 小婷认为哥哥之所以昏迷不醒 肯定是灵魂被困在了大人馆 变成了地腹灵 为了找到更多相关线索 小婷翻开了哥哥先前的笔记 没想到竟看到了油灯和魂魄的关系图解 而油灯下面写着一行晦涩难懂的文字 通过翻译软件他得知那是一句咒语 意思就是这三个四字词语 而阿凯在进入鬼电梯时就提着一盏油灯 也就是说油灯应该就是找到哥哥魂魄的秘密武器 为了找到这盏油灯的下落 小婷便独自进入鬼电梯 就在他按照阿凯的做法按下楼层时 一对怪异男女却走了进来 两人目不作声处在原地一动不动 奇怪的是他们的手腕却被一根红绳相连 小婷看到后恍然大悟 因为他们正是当年跳楼自尽的那对鬼夫妻 看来女孩真是来到了阴间 随着电梯门打开 鬼夫妻也随之走了出去 小婷长舒一口气急忙关上电梯 可下一秒她就从地上看到了那根红绳 小婷好奇地将其捡起 没想到另一头却与外面的神秘力量相连 女孩被吓尿落荒而逃 正好与巡逻的保安一面相撞 她慌张地指向身后的鬼夫妻 可那里却连个鬼影都没有 事后小婷也将自己来这里 寻找尤灯拯救哥哥的想法说了出来 可对方作为保安也是无能为力 只得将其驱逐出大人管大门 原来这个保安竟是个怪咖 看着放在门口的快餐 却一步也不敢向前 原来她也是个被女鬼盯上的胆小鬼 小婷看到她的怪异行为后 便将快餐取回来交给了她 还趁机再次打听起了尤灯的下落 而保安作为回报便将 之前捡到的那盏油灯归还给了她 看着女孩端向时的小模样 保安误以为是死去的女友 就慷慨地抱了上去 而这一幕正好被小婷的男友看到 小剑拳头一挥 直接就将保安撂倒在地 保安无奈地回到寝室疗伤 没想到房间里灯光却忽明忽暗 同时房门也诡异地自行打开 她小心地走上前查看 突然一个鬼影从身后一闪而过 下一秒鬼影就直扑而来 保安被吓坏慌不择路地向外跑去 原来这竟是小婷男友的报复行为 保安一口气跑到石桥上 这是一个女鬼从身后缓缓现身 随着保安的摔落在地 一段恐怖画面也浮现在了眼前 保安为了不被蛊惑拿起匕首刺向自己 可刀尖近在咫尺却无法靠近身体 原来是女鬼在身后作怪 她强行控制着保安丢掉匕首 可此时的保安只想一死 就在她与恶势力作对抗时 小婷及时赶来并一脚将匕首踢飞 这才将保安成功带回了现实 原来当年她和女友及女友的闺蜜 在东湖大学的女鬼桥闲逛时 不慎触犯禁忌遭遇了女鬼诅咒 两位女同志因此当场殒命 只有保安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但女鬼并不想放过她 威胁她在杀五个人方可活命 可保安心生愧疚并不想乱杀无辜 于是整日活在自责和恐惧中 友情提示女鬼桥的两部高清资源已上传 请私信或进粉丝群免费领取 为了彻底摆脱女鬼纠缠 保安来到了大人馆做起了看门守卫 本以为这里是风水宝地 怨鬼无法进入 不晓得却卷入到了另一个闹鬼深渊 这时好友正好打来电话 他们本打算今晚在图书馆测试游戏的第二关卡 但是刚才的无理闹剧惹怒了保安 担心对方不允许在此测试 为了游戏能顺利进行 这些人便找到保安当面道歉 好在保安是个通勤打理之人 并没有斤斤计较其中得失 这时小哥哥突然注意到小婷手中的油灯 小婷表示这是哥哥阿凯遇难当晚所拿的油灯 具有震煞驱鬼和为灵魂引路的特效 随后他就将拍到三道抓痕的照片拿了出来 小婷说在测试游戏第一关卡的那晚 哥哥阿凯的灵魂就在场 所以看到自己被恶鬼追击时 才会用这个抓痕暗示自己要小心 小婷认为哥哥的肉身虽然在病床上 但灵魂却被永远困在了大人馆无法回来 所以现在他要带着这盏引路油灯 进入游戏去解救哥哥的灵魂 长发女听到虚拟游戏变成了真人真是害怕不已 于是他就决定退出游戏转战幕后工作 可是四角游戏需要四人分别对应房间的四个角落 为了游戏正常进行 他们只得将长发女的戏份交由保安来出演 虽然对方略显无奈 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长发女和小哥来到幕后实施监控 小婷小剑保安短发女四人 则带上各自设备来到了既定地点 四人将摄像头安装在图书馆的各个角落 一切准备就绪后四角游戏也正式开始 四人分别面对墙壁站于四个角落 每个人依次向前移动到下一个角落拍肩膀说名字 只要走完全程就可召唤出游戏里的恶灵 完事后再将其打败极为闯关成功 然而当游戏进行到一半时 长发女却从监控里看到小婷身后有人影闪过 小婷收到提示向后看去却空无一人 她以为队友发生了意外就四处寻找 而其他队友发现小婷正在瞎走位 也相继离开各自地盘 长发女发现四角处于无人状态一阵纳闷 结果却发现其中一个监控正向着他们慢慢靠近 还好两人及时关上了房门 可这时小哥哥却突然收到一个位置来电 没想到接通后显示的却是他们的第一视角 两人瑟瑟地举起查看 另一边正在寻找小婷的小婷突然与小婷相撞 小婷关心得不停问候 可对方就是一个字也不说 这时身后却传来小婷的声音 那么小婷怀里的人又是谁呢 她透出惨白双眼询问徐又宜在哪里 而徐又宜就是当年被建筑大师严书文杀害的校长千金 小婷被这一幕吓得瘫倒在地 随后那只恶鬼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等两人缓过神来时 一股黑烟又从眼前扩散开来 原来是刚才的恶灵现出了真身 两人健壮拔腿就跑 可小婷却不慎摔倒在地将油灯甩飞树米 结果刚起身就看到了惊恐的墓 小婷试图用油灯驱赶恶灵 没想到反被恶灵控制在半空无法动弹 这时保安和短发女也赶了过来 看到骇人一幕两人处在原地不知所措 恶灵担心他们捣乱便用意念将他们打倒在地 完事后恶灵来到小婷身边吸食灵魂 保安看到小婷命悬一线急忙点燃油灯 然而就在他准备给恶灵当头一棒之时 手臂却被一股神秘力量死死束缚 但他还是使出了吃奶的镜将油灯爆扔了过去 虽然小婷死里逃生 可油灯在经历了刚才的重创后已经破得不成样 随着灯油的不断外伸 病床上的哥哥阿凯却开始剧烈抽搐 等小婷赶到医院使阿凯已被转到急救病房 这时头顶的灯光不停闪烁 看着脚下破损的油灯 小婷决定铤而走险再闯游戏第三关 打败终极恶灵救出哥哥的灵魂 因为其他同伴都已住进阿凯 所以现在他只得找到保安帮忙 保安被女孩的言行所感动 当即就决定和他再闯一世界 鬼电梯里保安说出了自己的新发现 原来那天的恶灵就是大人馆的建筑大师 严书文幻化而成 而他当年之所以将大人馆改成巨音的泥巴挂 就是为了将灵魂困在这里 好让自己死后和校长千金徐又宜在此长相厮守 没想到却因怨气深重而残害了无数无辜人士 其中就包括小婷的哥哥阿凯 小婷由于救哥心切直接就点燃了油灯 接着关闭电源后按下表示润月的楼层 等电源在打开时电梯疯狂下坠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阴间世界 两人提着油灯跟随闪烁灯光一路前行 却被莫名出现的一根红绳挡住了去路 保安好奇地上前触摸 下一秒一具尸体就重重地摔落在地 奇怪的是尸体却挣扎着再次爬起 两人健壮拔腿就跑 在转头时身后却出现了之前的场景 慌乱中他们逃到了一个女侧阁间 这时厕所门突然打开 原来是第一天测试游戏的小婷 但她根本感受不到两人的存在 等对方离开后两人也跟了出去 保安本想继续跟踪之前的小婷 可现在的小婷心里只有哥哥 他们寻着闪烁灯光一路来到了保安的住所 由于油灯破损严重 灯油也所剩不多 此时阿凯无力地蜷缩在角落 就在小婷搀扶着哥哥离开时 房门却被一只鬼手突然关闭 与此同时阿凯也被无数鬼手死死控制 保安健壮急忙提起油灯驱赶 没想到恶灵刚被击退 油灯里的火焰就突然熄灭 下一秒阿凯就幻化成了一片沙土 消失在了眼前 保安转手一摸发现灯油已经漏完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没了灯油阿凯的魂魄就消失了呢 这时小婷也终于恍然大悟 因为油灯上有哥哥的鲜血 而以血为瘾就是以哥哥的鲜血为瘾子 连接油灯和魂魄从而震煞冤魂 也就是说油灯就是阿凯的魂魄 一旦油灯熄灭阿凯就会魂飞魄散 而怨鬼楼游戏里的每只鬼 和每个人都被困在不同的时空里轮回 所以小婷刚才才会看到不同时间段的自己 而现在想要救回阿凯的魂魄 就必须重新回到油灯被毁的那个轮回里 保证油灯不被摔坏 于是小婷拉着保安就直奔 第二关四角游戏的测试现场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另一个空间的小婷 画面再次回到长发女的视角 原来当时她从监控里看到的 就是这个空间的保安和小婷 两人一看时间点不对便开始四处寻找 很快他们就在那个空间 找到了正被恶灵暴虐的小婷 此时那个保安正打算点燃油灯 驱除恶灵 真小婷一看实际刚刚好 就急忙跑上前阻止那个保安扔油灯 因为两人身处不同空间 所以那个空间的保安 根本看不到这个空间的小婷 虽然只看到了手臂上的手印 但是救人心切她也没有多想 直接就使出浑身力气 将油灯扔了出去 还好这次珍宝安及时出手接住了她 而这也正好激怒恶灵 她满脸煞气直奔珍宝安 真小婷为了转移恶灵视线 就说自己知道校长千金徐又宜在哪里 说完就向外跑去 恶灵一听此话 直接就挡在了路的正前方 真小婷一看只得原路返回 结果却再次被恶灵玩弄于鼓掌之中 就在她奋力向前攀爬时 一只手却突然拉住了她 而这个人正是她苦苦寻找的哥哥阿凯 因为这次油灯完好无损 所以阿凯的魂魄又重新复活 两人一轨急忙冲进轨电梯 不出意外的话 阿凯很快就会被救回现实 可她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她还是决定赌上一把 阿凯对小婷说 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好好活下去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告知电梯无法正常启动 阿凯赶紧关闭电源后 按下代表润月的楼层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成功回到现实 没想到电源再次被打开时 小婷却被困在了镜中 下一秒阿凯就遭到神秘力量的突然偷袭 她被架上天花板 而油灯则被摔落在地 保安急忙上前去捡 结果刚伸出手就再次被腾空架起 与此同时镜中的小婷也被恶灵死死掐住了喉咙 恶灵一手控制小婷一手控制油灯走位 很快油灯就来到了电梯外 并被恶灵团团包围 随着油灯被吞噬 电梯里的阿凯魂魄也元气大伤 只有保安还在不甘心地挣扎嘶吼 就在电梯门关闭的一瞬间 一只手却伸了进来 而他就是电影开始进入鬼电梯的真人阿凯 因为怨鬼楼游戏里的每只鬼和每个人 都被困在不同的时空里轮回 而此时的真人阿凯正在轮回里无限循环 由于他的闯入 被恶灵控制的两人一鬼才得以喘息 真人阿凯看着眼前的自己一脸猛逼 由此可见他们现在都处于同一个时空 镜中的小婷看到哥哥疯狂呼喊 阿凯本能地做出回应 此时那个恶灵也率领着一群小鬼追了过来 阿凯被控制得无法动态 保安看到油灯掉地伸手去捡 结果直接被恶灵撞晕了过去 此时阿凯也恢复了行动能力 他试图上前捡起油灯 没想到却被恶灵拉出了电梯 真人阿凯不停呼喊让昏迷的自己快点醒来 只可惜话还没说完自己就被无情拖走 原来电影开始阿凯进入鬼电梯时 就看到了小婷保安和自己 所以他才会对着镜子不停叫喊 然后又不停喊自己的名字 这也正好和无限循环的轮回形成完美闭合 所以阿凯魂魄在进入鬼电梯时才会犹豫 因为他担心自己再次陷入无限轮回 还好关键时刻昏迷的阿凯灵魂被唤醒 他捡起油灯一脸从容地看向了被困在镜中的小婷 阿凯知道想要救出妹妹就必须舍身屈血 可小婷并不想哥哥就此消亡 太一个劲地摇头示意 可阿凯还是毅然决然地冲出了电梯 而小婷也终于冲出了镜面回到了电梯里 随着阿凯的魂魄被恶灵吞噬 病床上的阿凯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时电梯门关闭 等人们发现时两人已回到了现实世界 事后小婷为哥哥举行了简单葬礼 对于唯一亲人的离世他伤心不已 这时保安也不请自来 在这里他再次看到了纠缠自己的女鬼 这次他并没有表现得很害怕 通过这毫不畏缩的眼神我们就能看出 他已想好了一个更加周密的去鬼计划 因为他已将阿凯的笔记据为己有 而曾经写着油灯和魂魄的结构图的地方 却变成了一张特别标记的纸条 很显然保安也做了大量功课 这次他以摄影师的身份再次找到了先前的电台记者 而他身边除了那本笔记外 还有一盏全新的写满咒语的油灯 那么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这可能就是第三部的部分内容了